景博然,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龟鹿》 距离2022年5月13日发出的公布主演阵容的海报 至今两月之久,终于在2022年7月8日 发出了这部《龟鹿杀青》的消息 着实是让人惊喜,毕竟离与大家见面又近了一步 这部由景博然,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龟鹿》 改编至《莫保非保》的高热度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段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 莫保非保写作功底深厚 简练的文字却很有画面感 两位主角也是魅力十足,不服于表面 主要讲述了学生时代的陆颜成和龟小是彼此的初恋 随着陆颜成远赴他乡进入景校 龟小家庭变故 两人学生时代的感情无极而终 八年后再度重逢 一句,画成灰我都认得你 让两人明白依旧对彼此念念不忘 两年后漫天飘雪的边境小城 龟小与朋友蔡芽芽不慎丢车 万般无奈下他打开手机 播出了陆颜成的电话的故事 或许每个圆柱粉心中的陆颜成和龟小都不相同 但当看到龟鹿的杀青特辑,觉得景伯岩和谭松韵就是自己心中的龟鹿 或许是自己的年纪大了,好像越来越喜欢看两个成年人的爱情故事 在剧中景伯岚试染的男主陆颜成是一名牌豹特警 以前一直以为景伯岚是那种只适合出演贵公子 富二代人设的形象 反正不是孔武有力的硬汉形象 但没想到在这部归录中 景伯岚试染的硬汉形象的陆颜成在特辑预告中 不仅深情文艺,又有一种别样的硬汉气质着实让人惊喜 没想到景伯岚的可塑性会如此的高 谭松韵饰演女主龟小 在《龟鹿杀青特辑》中 谭松韵饰演的龟小 温柔又清冷的气质 魂蒙之间皆是如此动人 这是她很少挑战过的人设 稍微成熟一些的角色 但真的让人很惊喜 不得不说 硬汉与美女人设的CP果言更登对 那么如今这部归录已经拍摄完成 也逐步开始进入制作阶段 那么你期待这部刚刚拍摄完成的归录吗? 又期待景伯岚谭松韵这样的CP组合吗?